大家好 我是李双宁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什么地方下罗盘才是对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包括很多从事风水行业 已经很多年的先生在下罗盘的时候都错了 因为这个知识是需要私传的 就是说你必须要跟着师傅去跑 师傅才会教给你 那么现在社会因为有很多风水先生 大多数都是自学的 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掀起了艺学热 然后出现了大量的风水书籍 就有很多人去买一些书看 加上自己的理解 但是这些东西它不是你理解就能理解得出来的 它是必须要实地去看 必须要由老师来教 那你才能知道 这些都叫点金之处 就叫画龙 龙已经画好了 就点金 那么在什么地方下罗盘才是正确的 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的房子比较复杂 不像过去的房子比较简单 现在的房子很复杂 那么复杂的房子我们应该如何去看 下罗盘呢 有两个目的啊 第一个 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去看什么 看朝向 所以下罗盘第一个就是看朝向 那么我们看朝向应该在哪里下罗盘呢 一般呢是在大门口 外面的七步下罗盘 我给大家画个图 就比如说这是一个房子 这是一个房子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大门口 这是大门口啊 那么我们下楼盘呢 就在这个地方下楼盘 这个地方走七步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 五步 六步 七步 然后呢就在这个地方下楼盘 这个地方下楼盘 为什么要走七步 这个走七步呢 它是七个脚掌印 七个脚掌印 就是这是一个脚掌印 就脚掌印挨着脚掌印走 是这样走的啊 不是你直接走七步 因为你走七步就跑很远了 是七个脚掌印 那么这个七呢 大家不要去执着 因为之前我也给各位讲过 但是有个朋友呢 就很执着 就说 有个地方前面很窄 只能走 三步啊 四步啊 走不了七步又怎么办 我说不能走七步嘛 你就走三步嘛 是吧 能走七步你就走七步嘛 是这样子的 所以不要去执着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走出来七步呢 第一个是因为你站的离房子太近啊 你的角度跟它就不好调整 那么你测出来的线就不准 第二个离房子太近 更容易受到房子内部的电视机啊 电器啊 钢筋混击土的影响 那么会影响持针 也不准 所以你必须要走出来七步 那么在古时候呢 它没有什么 没有钢筋混击土 也没有什么电器 古人也要求走七步 这是因为七 它有一个特殊的含义 其次啊 过去的房子 虽然说没有这些东西 但它有铁器 有铁啊 有金属 房子里面有很多金属 房梁上也有一些金属 它也会造成影响 所以必须要走出来 这个大家很重要啊 这个记住这是钉像 你要站在这个地方钉像 然后我们拿一个楼盘 我们站在七步以外 一般的楼盘呢 最好是用方形的 为什么要用方形的 方形的楼盘钉像 钉得更准 你用圆形的楼盘 我们要搭线 往往搭线呢 搭的不准确 所以一定要用方形的 方形的 我们一般用楼盘呢 是用两个手拖着它 然后把这个楼盘呢 置于胸前 不能放于肚皮啊 放于胸前 为什么放于胸前这个位置呢 这个大家想一想啊 你放到肚皮 为什么不可以啊 一定要放到胸前啊 放到胸前的话 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更好去调整 它的 因为你这样偏一点 它就错了 这样偏一点错了 你这样更好的去调整它 你这样子啊 我们双肩平整 然后拖着它 然后开始转动 转动 转动 我们调整植物线嘛 把植物线调好了过后 停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就看前方 首先我们人要站端正 要离和后面的房子 要保持平行 就说你房子在这里 我们人站的位置 要平行啊 就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是三米啊 这个地方也要是三米啊 要平行 这个时候测下 那么定向的话 像民建有很多先生 他是用了圆螺盘 很小的一个圆螺盘 那么能不能定向 也可以啊 但是这种螺盘 有的时候容易定错 因为它首先要踏线嘛 就是我们一个圆螺盘 那么我们一般有两个铜钱 是吧 然后铜钱中间有一根线 因为搭线容易搭错 它是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一沾水 这个线呢就贴在了这个螺盘上 就更沾不准 有的时候这个不好用 所以还是要用方楼盘好 方楼盘是最好的啊 就说作为一个专业风水 是方楼盘好 像我本人呢 有方楼盘 有圆楼盘 圆楼盘就是说 拿在手上方便嘛 有的时候出去跑山的时候 带着方便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方楼盘 看家居风水 还是要用方楼盘比较好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非常重要 城市的住宅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找到这个房子的朝向 我们在这个地方定就可以了 一样的 都是在门外 在屋外 不是在屋内 屋内不可以定像啊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就是看 看沙水 那么定像的目的是什么 定像的目的就是看沙水啊 所以第二步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步是看沙水 那么看沙水这个楼盘 应该放到哪个地方看呢 看沙水的位置和定像 放楼盘是不一样的 所以下楼盘要在两个地方下楼盘 第一个是下楼盘定朝向 第二个是下楼盘看沙水 那么这里面呢 就跟房子的建筑风格有关系了 第一方面 第一个 第一个看沙水 我给大家看一下分一个什么呢 分一个室内和室外 就是说看室内的沙水 该在哪里定像 该在哪里下楼盘 看室外的风水 又该在哪里下楼盘呢 看室内呢 一般呢 我们需要的是房子的户心图 户心图 就比如说这是一个户心图 那么我们下楼盘一般是什么 取中心点 这个地方就下楼盘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 这个地方缺角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缺角呢 那么如果地方这个地方缺的不是很多 我们把它堵起来 如果缺的很多 我们就把它舍掉 这样子来取中心点 这个很简单 我在前面课讲过 就不再重复了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现在呀 有一些四合院 当然比较少了 有一些四合院 比如说这是一个房子 这是大门 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中门 然后进去了过后又有一个院子 进去还有一个院子 这叫一进二进三进 比如说嘛就例子 这种时候我们该如何下楼盘呢 有些人呢 他是这样的 他说我在这个地方下楼盘 这个地方对不对呢 不对错误的 各位记住 绝对是错误的 这种时候我们下楼盘呢 我们在第一个大门进去的第一个院子 第一个院子通往第二个院子的这个门的这个位置 下楼盘 就这个地方下楼盘 下楼盘啊 这里 就在这里下楼盘 然后我们再分八个空位 看什么 后面呢 不管他有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没关系 我们不管他 我们只管第一个院子 我们在第一个院子下楼盘就可以了 这是正确的使用方法 这是正确的使用方法啊 各位一定要记住 好 这是第一 这是看室内 那么我们看室外呢 看室外 看室外的房子现在有几种情况 第一个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呢 我们在滴水处下楼盘 也就是说你站在这个门的这个位置 门的这个位置下楼盘 比如说这是个大门嘛 这是一个大门 那么我们就在门口 你就从门里面走出来了 走出来一步 就在门口 一步 如果有的房子 它前面呢 有一个阶梯 有一个滴水处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在雨棚呢 雨棚滴水处的这个地方 这里下楼盘 这个要看房子的情况 如果没有 我们就直接在门口 各位记住 所以这个时候 你在这里下楼盘呢 你就可以看了 就比如说你就可以看了 你就可以看来水和去水 比如说这里有一条河流 有一条河流 然后你这样子看出去过后 你就可以 谁从这边来的 谁啊 从这边去的 一下子已经不了然 但是如果你楼盘下错了 你下到外面来了 下里面去了 这个来的时候去的时候 是不是就变了 肯定变了 你风水是会看得不准的 所以下楼盘太重要了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种房子的形状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特殊的房子 我们以后再讲 这个形状画得不太好 那么这种房子有没有 就是说中间一个主房 左右还有一个耳房 一个偏房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下楼盘 跟什么地方下呢 有些朋友说 要这样子下 下在院子里面 错误的 依然是在门口 依然是在门口下楼盘 下楼盘 各位记住 依然是在门口 下楼盘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封闭了 还是在这个门口 各位记住 封闭它只是个院墙而已 围墙而已 下楼盘不能在围墙外面来下 各位记住 围墙只是一个气壳 我们要在这里下楼盘 看它 但是有没有在这个天井的 中间下楼盘的 有没有定这个去水 定去水 要这样子来定 你看这样子来定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下楼盘 我们看出去 看出去是不是这个地方 就挡住了 这里就挡住了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是假 毛 毛衣 那么我们这里挡住了 过后我们看出去 是不是看到毛上面的 这个就叫收毛水 能不能明白 收毛水 这个是很重要的知识 然后 但是毛水是凶水 毛水是凶水 是桃花水 是不能用的 会损害婚姻 怎么办 我们要收假水 或者说收乙水才能化解 那么我们如何保障 它能收假水 把这个地方切掉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楼盘就这样子出去了 这不就是收假水了吗 所以民间很多风水 包括古代 你看这个房子 左边长还是右边长 右边长还是左边长 是有规定的 不是随便乱修 那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老家的风水 我们家的 以后有机会给大家拍一点图片 因为我不是很愿意 让别人知道我住在 我老家住哪里 我们老家的房子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我父亲当年呢 很辛苦修了一套房子 因为我们家不富裕嘛 两层的一个砖房 现在没人住了 很多年都没住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堂屋 中间房子 中堂屋 我们那边的河流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环抱的水 环抱的水 我们后面的山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山 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地形特别好 风水特别好 你看水是从这边去的 去水 水是从这边来的 来水 我们左边呢 是我腰霸的房子 就是我二霸 那么他的房子呢 是这个样子的 他房子是 就是直接的一灯房子 他没有这边 没有一个偏房 但是旁边有个邻居 这个邻居的房子 是这样子的 然后邻居的房子 他们房子 比如说是这里下楼盘 就挡住了奶水壳 挡住了奶水 能不能听懂 就是邻居的房子 作为了他的偏房 挡住了奶水 但是我们家的房子的话 这边是很敞亮的 所以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奶水 但是我们看不到去水啊 因为右边的房子挡住了 因为厨房在这里 右边的房子挡住了 各位有没有听懂 这种就叫什么 迎接奶水而避开去水的一个做法 这就叫开天安门逼逼服的做法 所以道理是应该拐左边 还是拐右边的 有些人说 要青龙方高起 白富上低 一定要拐左边 你看这种房子 能不能拐左边 不可以 因为我们二爸家 就不如我们家 不管是从哪方面 现在来讲都差得非常远 可以说天壤之辈吧 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朝向 房子挨着房子 同一个地方 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就是因为左边的偏房挡住了奶水 它这个房子就相当于是说 在迎接去水而避开奶水 这就叫开了地户 关了天门 所以这种风水就不太好了 所以这种都取决于下楼盘 是下这里 各位能不能懂 下楼盘下这里 你看这样子过来的话 我们就能清楚的知道 去水在哪里了 如果这边去水去的不好 我把家长一点 就改风水嘛 这不就改了吗 这都是很绝密的操作方法 大家在网上 书上绝对是看不到的 很多时候我也想讲 一直没讲到今天才给各位说这个道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对风水进行一个新的理解 看一看自己家的房子 如果有这边这边 看有没有偏对 到底是该这边长一点 还是这边长一点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取决于你深水 搜的是哪一个水 搜水搜的好不好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千万不要去迷信什么 一定要白虎好 一定要青龙好 白虎不要高 不要去迷信这种 这种不属于风水 属于民间谣传 风水学上根本没有什么 宁可青龙高万丈不可白虎为台头的说法 而是要讲究龙虎必须要平衡 而且我们这个地形还有一个特点 我给大家说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房子修得很对 当时也是无意间这样修的 当时这个房子我还很小 后面来看发现很匹配 我们后面的山是这个样子的 拐了一点过来 这样子的 这个地方是个大坟地 大坟地 几十座坟吧 很多坟墓 我们李家祖先 我祖父也在这个地方 葬在这里 你看这个山脉 它是有青龙没白虎 各位能不能看懂 是有青龙山没白虎山 然后我们右边拐一下 是不是就弥补了白虎的空缺 最好又可以收来水 因为水是从左边来的 我们右边起到了一个关栏 这不就相当于是个青沙吗 我们人工造一个青沙吗 这叫青沙震水口 这个是我们家的 我奶奶是12年 12年13年去世的 她的风水是我亲自找的 然后地方非常好 就在我们当地来讲算非常好 定了一个很好的朝向 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奶奶的风水前面是有几层为暗 她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而且我各种的运势也是从我奶奶去世过后啊 就非常好 一发不可收拾这样的 后面是一个山 后面是一个山 后面山 然后来龙很长 从这边过来 来龙很长 然后这个坟墓是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山脉 这个地方是一个水 是一个田 就全是田地 这个地方要高一点啊 所以水是从左边过来的 然后流到右边 这下面是一条河 我们老家 我们住坊就在下边嘛 就一条河 然后这个坟墓的朝向过去 前面有这个阿尔山 就这样一层一层的 大概有三层 非常好 好 今天就是给各位讲一讲这个 下楼盘应该下在哪个地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旦你楼盘下错了 你技术再好 你风水看得大概再好 都没用 全部错完了 这就要一步走错 慢慢结束 所以它是核心中的核心 重点中的重点 这个是必须要拜师 师父才会教给你们的 所以下楼盘的位置特别的重要 定向的位置 当然你只要定准就可以 但是下楼盘看沙水的位置特别重要 你不然消沙拉水 你怎么把它拉得准呢 你往前走七步就变了 是不是 你再回来七步又变了 所以说区别是很大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